国家队里面的饮食是怎样 非常好 因为我们首先都是自助商嘛 都是高热量的一些东西 就说实话 可能呢就是说饮食嘛 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口味 反正辣的 反正什么什么菜系都有吧 反正就是说 你们是有人给你们安排饮食吗 还是你们真的是想吃什么吃什么 然后到赛前需要空体中 才会开始注意一下 其实这些都是个人的一些 就是说个人的一些事情 为什么呢就是说 在生活饮食方面真的说 不可能说教练去天天盯着盯着领 你知道吗 只是就是说 就是说自助商该我们就是说 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该吃什么吃什么 可能就是说在 包括赛前也是一样 就带到到了赛场 就是好比我们出发到赛场 到赛场的话这个期间的话 那么就是需要我们就是说 有的体重大的肯定是 教练就是每天过来问一下 今天体重多少了 就是都会今天吃什么呢 都会就是说 我吃了几块鱼啊 后来干嘛吃米饭了干嘛呢 就是这样都会给教练就是 就是报备一下 再以后还是一个体重上的一个报备 其实对于吃什么呢 还是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口味 包括煮包放碗面 晒前吃什么呢 马上比赛了嘛 我们称完体重吃什么呢 我就煮两包放碗面 放两个鸡蛋了 再分过准备点辣椒啊 或者前菜啊放了我就就OK了 我肚子吃我就行了 我还需要什么营养 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 我应该讲讲为什么 每一次一回来 就回到老家 或者有什么朋友就问 他们你们国外队 是不是每天吃饭都是营养师 给你们称重量啊 今天要多吃一块肉啊 明天要多吃什么碳水啊 这样的其实并不是 国外队首先是伙食特别好 食物的选择性很多 而且我说实话 在食堂的里面用油啊这些 他们控制的很比较好的 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自己 选择想吃什么吃什么 但是自己会把那个量控制的很好 并不是说有营养师来跟你撑 但是可能其他的项目会有 游泳啊可能我们见过 有营养师为天赔的 你外面吃饭 你都去过几个饭吃 除了猪牛羊不能吃 能吃的是什么 可以吃点鱼 青菜 偶尔吃点鸡肉 就很少了 其他的就不能吃 垃圾食品是吗 有很多垃圾食品是 基本上不吃 然后还有什么火锅也不能吃 即便它煮素的也不能吃 因为它里面会什么牛油啊 各种油 我们都不能 而且动物内脏 那是更不能碰的 这种饮食相对比较注意 相对来说 因为我很少吃炭水化物 我基本上都是牛肉 牛肉羊肉蔬菜 在北京基本上就吃这三类相对比较多 那米饭啊 面包啊 面条啊 我很少吃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吃这个以后 我的体重就长得很快很厉害 所以我就干脆就把这个淡水化物 就基本上去掉 我基本上不吃淡水化物 所以可能身材比较好 还有一个可能 跟我的一个个人体制有关系 像我从来也不练肌肉的 像我们队里面 单臂拉 双杠 山崖 负重 划船这种项目 引体向上 他们都是负重 五十左右起步的可以拉 我从来不练的 我连邓维我都练不过这小肌肉 所以可能 他这跟个人的一个体制有关系 我就练练举重 他就能 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肌肉类型出来 或者肌肉他这样的人就练出来 之前那个翻车的那个视频 你后面又去双杠 有没有再尝试一次 没有 我觉得没意思 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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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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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我不靠那个吃饭 我靠抓紧跟挺矩 我上台我只比我的抓紧挺矩 我做那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而我有时候比较固执的 叫我练 不练 为什么 练了我不舒服 练了干什么用 我觉得没有很大作用 你说练了能够让我抓175吗 不能让我抓175 那我还不抽这些时间 去练练我的抓的挺具技术感觉的 或者说练练 练练别的核心 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偷懒